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猪脚小伙伴们都知道,又叫猪蹄和猪手 而且中医认为猪脚性贫,味甘咸 是一种类似熊掌的美味菜肴及致病良药 今天我们来说的不是我们品尝普通的猪脚 而是我们小时候农村经常吃的辣猪脚 今天我们就做一道炖辣猪脚吧 一,准备一只辣猪脚,然后用火烧下 目的是为了更容易炖熟,更好吃,更糯 二,将烧好的猪脚洗干净 最好先用60度的水洗,然后再用温水进行清洗 洗辣猪脚的时候可以放些洗洁剂 然后还有菜刀刮去老皮 三,将洗好的猪脚用砍刀砍大块 然后再次清洗干净放入砂锅中炖 四,再加入些花生与云豆一起与猪脚炖 然后小火炖5个小时 当然我们平时都用高压锅的 那样也就20分钟就可以了 炖到4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揭开盖子放入一些佐料 比如山奈,大蒜,花椒,姜等 五个小时到了后,当揭开盖子 香味扑鼻的猪脚油然而生 五,我们将炖好的猪脚捞出来 用刀改成小块,然后放入碗中 再将锅中的花生与云豆捞出来放在上面 六,最后将汤一起倒入碗中 一道美味的辣猪脚就完成了 色鲜味美,好吃不腻 辣猪脚的味道可以说是最纯最美的 没有新鲜肉的腥味,却多了一份欲拔不能的香味 每次只能过年回农村老家才能吃 做法很简单,最主要的是要有这个辣猪脚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吃过吧 小伙伴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